土地大變量聚焦千頸人工島 粉嶺高爾夫球場、公司合營計劃 有濕地保育專家就擔心 一樣是農地的後海灣濕地 會被納入發展規劃 所以提出另一個換地建議 透過放寬濕地緩衝區WBA的地積比 發展限制等等 將濕地保育區WCA的發展項目 搬去生態價值較低的WBA 根據本土研究者調查 發現後海灣濕地有近400公頃的農地 都是屬於四大地產商持有 雖然叫濕地緩衝區 但裡面其實都沒有濕地 很多土地已經規劃了 可以進行住屋的發展 甚至工業的發展 劉慧寧擔心公司合營計劃 會破壞濕地的生態價值 在某些地方釋放做發展的話 就會令到濕地破壞 所以我們也想 可不可以將這個扭轉 單單遷出濕地保育區WCA 就可以建大屋 似乎對發展商太過著數了 劉慧寧說對方也需要主資保育基金 由基金會有系統管理整個濕地 但成立法定基金會最難的部分 是各個持分者達成公式 說了那麼久都成不了事 因為當時只是從環保的角度出發 土工組要增加土地供應 增加轉屋的發展 所以我們將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如果有持分者的支持 城市的機會會比較大 在那邊提起